中共政府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 提升自己的制造创新能力呢 仍然是几个惯用的老套路 第一 如上面的高铁的例子 所表现出的强迫技术转让 用技术换市场 很多西方企业就是在这样 自己豢养着明天的竞争者 第二 要求合资 让中方从合资企业中获得技术 支持中外企业大学在高科技上的合作 第三 鼓励企业走出去 开展海外并购高精尖企业 直接投资关键技术的初创企业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 第四 吸引国外领先企业和科研机构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第五 实行特殊政策 直接引进国外的高端技术人才 搞千人计划等等 美国硅谷的很多初创企业都需要资金 中共不计成本 用国家的钱投资美国初创企业 用这种方式掌控美国的新一代技术 中共投资的这些初创企业研发的产品 包括航天器火箭发动机 自主海军船舶感测器 可以给战斗机驾驶舱印刷柔性屏幕的设备等 硅谷银行融修主席肯威尔科克斯2017年披露 在短短六个月里曾有三家中共国有企业 邀请他做代理人为之收购技术 不过他都拒绝了 三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受命于北京 但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他说他们几乎什么技术都要 无所不包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于2018年11月发布的 301调查报告中提及的 单华资本公司就是利用来自中共的风险投资 帮助中共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 这些措施还是放在台面上的 而用非法手段直接盗取西方技术 使中共实现技术跨越的杀手锏 中共盗窃技术的手法 远远超越了过去商业间谍的范围 他采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手段 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员 包括职业间谍、网络黑客、留学生、访问学者 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大陆和台湾移民 以及被利诱的西方人 无所不用其极的 从西方盗取技术和机密 美国的隐形战机F-35一直是中共觊觎的对象 一名来自中国的叫苏斌的加拿大永久公民 2016年因为偷取F-35机密而被判五年监禁 苏斌与两名中共军方的黑客合作 入侵隐形战机F-35研制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之后 把商业机密偷偷拷贝出来 除了F-35 苏斌等人还窃取了隐形战机F-22的资料 调查还发现 苏斌一伙还盗取了波音C-17战略运输机的机密 从波音的系统里偷走了63万个文件 高达65千兆的资料 中共近几年展示出来的隐形战机殲-20 与美国的F-22很相像 而更小型的FC-31就是洛克希德的F-35的仿制品 杜克大学的超材料专家大卫·史密斯博士 发明了一种隐形斗篷 电磁波遮盖物技术 这是用于隐形战机上的重要材料 美国军方出自数百万支持史密斯博士的研究 2006年 中国留学生刘若鹏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 FBI的一位反间谍官员相信刘是带有任务来的 在2007年 刘带着由中共政府为其出差旅费的两位前同事 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 并在隐形斗篷项目中工作了一段时间 让史密斯意外的是 一个同样的实验室在中国被复制了出来 2018年12月20日 美国司法部起诉来自中国黑客组织APT-10的两名中国公民 起诉书中指 从2006年到2018年 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的APT-10进行了广泛的黑客攻击活动 窃取了包括NASA和能源部在内的超过45个受害组织的海量信息 领域涵盖医疗保健 生物技术 金融 制造业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FBI局长克里斯雷说 中共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 他们正在使用非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共对技术和专利的盗窃令人防不胜防 正如三藩市一位长期反间谍的美国情报官员 凯瑟琳·派克特所说的 中共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间谍活动中 并免费获得一切 中共把偷盗行为道德化 合理化 常态化 军事化 用爱国主义 民族情节和金钱名誉利益 发动了一场盗取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民战争 这种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是史无前例的 有人说 偷技术只能是支离破碎 东拼西凑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偷不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这种对中共的盗窃行为的认识是危险的 电子时代的谍报站 与过去偷拍几张图纸的间谍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中共盗取的是某项技术的完整的资料库 而且很多时候是连人带技术一起卷走 加上中国几十年打造出的世界工厂的惊人力量 以及中国长期投入积累的研发能力 中共真的是能偷出一个制造强国的